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第五期的 Crazy美股富豪节目 我是主持人Nanel 本周呢一样是由Warn老师带领我们的三位分析师 Jaysa老师 Bren老师 还有Thomas老师 一起我们在线上呢 老师们合体 然后一起来交锋谈谈 这星期他们对于美股的一些看法 还有体会 以及呢他们有一些新的话题要来讨论 那Warn老师这边呢 对于其实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 六月底 那马上呢下周末就是美国的国庆日 那其实本来呢上周大家都很担心 美国的第二次疫情要爆发 然后其实很多周包括像我们所在 我们跟Warn老师一起所在的洛杉矶 其实呢那感染人数呢 是一直在突破新高 完全没有趋缓的一个迹象 这么让人心惶惶的一个消息 但是呢周一今天开盘股市还算是镇定 但是也是走得有一点震荡 但是并没有说是整个往下跌 跟大家的一个预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那是不是Warn老师这边觉得说 国庆前市场要来放一些烟花来庆祝 Warn老师这边首先来跟我们讲一下您的观点 好的谢谢Nel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周末的时候呢 大家都在等这个更多的二次感染 虽然这个数据出来的确美国正在继续的上升 特别是德州今天宣布在他们将关闭一些不太靠谱的酒吧 因为太多人在那边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股市啊还在不断的创新高 所以看上去呢到7月4号之前呢股市在今天QQQ借着这个苹果开发展会的东风呢不断的走高 所以从这个现在的来看呢 这个图形又改变了 特别是现在似乎有QQQ带领 QQQ在上周五啊是走了一个比较难看的一个图形 但是今天是一个大的这个大涨的一个K线 那我觉得这个这一周的走势可能继续走高 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就是说这个行情似乎什么都没有啊东西可以阻止它 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黄金啊啊和比特币 特别是黄金啊创了一个新的近期的高点 大家都很兴奋 包括NUGT啊这些 那么啊比特币呢也有所复苏啊 所以我们看到啊有几两位老师在上周五推荐的啊 GLD啊还是NUGT啊这些啊 啊今天的表现都非常非常不错啊恭喜大家 所以我想要说的就是想谈一下在国庆节美国啊 国庆节之前美国股市的表现啊以及啊黄金比特币的走势啊谢谢 嗯嗯好的温老师这边呢起头想再跟大家三位分析师一起来讨论一下 国庆前整个美国的走势包括大宗商品这边 嗯实际上嗯刚才温老师也讲了哈然后嗯主要还是疫情人数现在200多万人然后大概有12万人的死亡吧呃但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就是唯一能够稍微安静一点的就是说哦现在可能这个死亡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现在的话呢都是一些复工的还有游行的这些都不是老年人所能像我这个年龄所能参加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去参加 所以说呢嗯虽然有这种再次反弹的这种感觉吧但是到目前为止从死亡率的角度来讲可能上一次还好还好一点点啊 呃另外一点呢还是那句话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等等等等和目前的这种呃国家和社会对于这个事的管理状态的话 很难控制它的反弹控制它的传播很难了已经很难了最开始的时候呃跟那个中国那边呃这个禁止啊中国的这个飞机入境啊 从那个时候如果把欧洲也掐断的话呢美国这边如果严加管理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控制的效果应该是非常不错吧 但是现在的话呢看这个状态恐怕是很难了恐怕是很难只能拼疫苗了吧只能拼疫苗了 然后这样的话呢呃这个刚才温老师呢也说啊比特币呢和黄金的一个大盘 大盘到现在为止呢国庆之前总体感觉上 联储用可以用尽各种招数去支撑这个盘面啊去支撑这个盘面 至少到现在为止的话很难去撼动啊很难去撼动啊经济数据不好感染人数不好等等等等反正都是不好 没到目前为止没有好的只是说经济数据比前一个月略微好那么一点 那其他方面的话没有没有可以说哦这个位置 这个数据或者说这方面的数字啊肯定就如何如何没有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呃 那么就拼这个联储了联储就是要不断的印钱不断的印钱呃至少至少吧呃从联储呢这个呃 三红之之完的感觉我觉得联储这个嗯最高标准是能够控制住经济走势啊能够控制住经济走势 然后呢呃让经济的平稳的呃渴过这个基金的那时期啊什么复工啊啊什么这些 疫情疫苗都出来之后 然后呢哪怕让指数啊在一个高位进行一个横盘震荡震荡 大概三年五年 以横以盘代跌 这可能是他的高标准 那么最低标准的话 就是这个进钞 就是说宁可宁可走通账 这个经济危机走通账 也不愿意走通账 这是我觉得联储的一个 最基本的基本盘吧 然后这是一点 然后呢 刚才我老师说黄金 黄金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在上周五吧 跟我们会员也有介绍了 也有介绍了 因为黄金的话 原来我在三个月弄了三点七万亿 然后超发 超发以后的话 我们并没有看到黄金 在连续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这三个月之间 然后这个出现连续性的上扬 并没有出现 而且后面这两个月的话 基本上维持了一个很震荡的格局 所以黄金对于黄金的上涨来讲的话呢 它有点畏首畏畏 有点畏首畏畏 那一个呢 是说对前面的压力 一个心理层面的压力 谁也不可能拿着黄金的相关的大宗商品 然后去拿个这么长时间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说主要还是心理压力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对于通缩的 对于通缩的这种可能性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所以黄金的话 并没有出现差不多的长度 但是呢 从上周五的那种 图形来看 感觉黄金要脱离 原有的1750美元到1700美元的 要向上做运行 那么这当中的话呢 我们在上周五的YouTube节目当中 有说过 我说一方面 要么就是黄金的主力认为 经济要走通胀 也就是说呢 这个即便啊 这个经济危机也要走通胀 走通胀的话呢 黄金就肯定涨 这是一方面的考虑 另外一方面的考虑 就是说 现在中印那个边境呢 还闹得比较七八糟的啊 然后南北朝鲜那边 可能也闹了一下下 所以呢 有那么一点点味道 有那么一点点味道 至于能不能真打起来 有个人感觉的话 可能也是即便有的话 也是非常小规模的一些啊 行不成大局大格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黄金的话 可能对于美元超发 再次的这个超发 然后印钞 形成通胀的预期 可能会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 所以黄金的话呢 还是我一贯的观点 就是逢提做多 继续看涨啊 然后比特币的话呢 它有一点点缺点 从走势上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长期走势啊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都去掉啊 长期走势的话呢 看目前的图形 应该是还可以 如果配线实体 也向上突破了啊 这是月线级别 然后只不过呢 它前面的话呢 有连续性的 在这个位上有上限啊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上 大概是10700 这个位置上的有上限 所以呢 在这这些点上的话呢 会有一定的压力 那么对于 比特币来讲的话呢 就是千万千万 如果经济走不好的话 比特币在美元 原来一直在 大肆放水的情况下 并没有乘风破浪的 这个向上炒作 所以对于比特币来讲的话 只能说 超期徒行 有那么一点点 要突破的味道 但是呢 在11000美元到12000美元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可能需要消化的 这个套牢盘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比特币的话 我还是觉得 它还是有一点点 风险资产的味道 所以呢 这个味道很重啊 它跟黄金的这种 最起码被市场的 或者对被投资人的 认可程度的不一样 所以总体感觉呢 比特币呢 还得再观察 还得再观察 然后上个月的低点 大概是8800美元 或者说8000美元 不能跌破 不能跌破 跌破的话呢 比特币可能还是 有那么一点点难度 向上的话 大概在11000到12000之间 会有一个比较强的 这个压力 这是基本 我对刚才 沃恩老师说的几点 我的看法吧 好的 谢谢Jason老师 他对于黄金 比特币 还有整个大盘的 这个观点 非常非常透彻 但是Jason老师 最近带领我们会员 赚了很多钱 那一样 在这边呢 Jason老师先不透露 对于大方向呢 他大家可以 从他的解读当中 受到一些些端倪 那这边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分析 交棒到Bron老师这边 Bron老师 今天有个很大的消息 其实你也有提醒大家了 就是瑞士信贷 要摘牌TVIX 我相信应该很多 不是我们会员的朋友 包括也是我们YouTube 观众的朋友 都很关心你对 这个议题的一个看法 毕竟你现在是我们的 空头担当 担任我们空头司令的 这个角色 而且TVIX这支牌 它在7月13号 7月12号 马上就要被摘牌了 其实这速度非常快 那我们这是 很短短的 在国庆日之后 那所以说这段时间 包括TVIX 大家是不是要撤出 那怎么操作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TVIX跟UVXY 是常常我们老师们 在节目上 会预测的一个股票 那很多观众朋友 就是围绕这些股票 不停地在问老师 或是发表他们的观点 所以不然老师 跟我们讲一下大盘 还有今天这个 比较大的这个消息 好的 谢谢南辈 那刚才是7月2号 TVIX是7月2号 它会进行一个摘牌 那很 对 对2号 我看到新闻写12 12号好像是纽交索的 纽交索的UGAZ和DGAZ会摘牌 然后提前一点的话 先是纳斯达克会摘牌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他是不是7月3号 就暂停发行了这款票据 今天好像已经暂停发行了 OK了解 对今天就暂停发行了 不过无所谓了 既然呢 瑞幸已经说了 要把这个TVX连带着 不光是TVX 因为大家对TVX 要摘牌啊 感觉特别特别的恐慌 觉得好像是空头就没有机会了 要全部大家都要做多的 大家怕你不能翻身了 永远被摩尔老师和Jazz老师压住 怎么办 其实UVXY和TVX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大家把这个 如果你真的是要不要看好TVX 换到UVXY就好了 就相当于就是 你谈了一个很久的女朋友 TVX突然和你分手而去 大家可以换到UVXY身上 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换到他的妹妹当女朋友 对找个妹妹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那我先讲的是 刚才男人要提到的TVX要摘牌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 不光TVX UGAZ DGAZ USLV UGLD 这些其实还很不错的产品 大家都要远离 因为他们已经摘牌了 他们接下来就会到 这个OTC市场去进行交易 所以你就不要再碰它了 那市场当中还给我们留下了VXX 你可以用这期权 还给你留下来的UVXY 这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那很多人说我不想卖TVX 卖掉TVX的话我就亏损了 其实你就认赔了 但是你把TVX的仓位 如果挪到UVXY实际上的话 UVXY你是在赚钱的 所以这都是无所谓的 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大盘 确实是因为疫情在不断的增加 二次疫情也在增长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 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是表示说疫情的扩散速度 已经达到了一个 令人难以相信的成果 这条消息的话 对市场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韩国这边也是明确表态 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第二轮的 疫情增发 对全世界的来看来的话 大家都已经暂时选择 奇怪性的遗忘 那整个的大盘呢 我们先看短时间之内的 这个技术图形吧 这个是标普7指的小时形态 小时形态的话 其实有一点点 最近偏一个下降通道 在这个下降通道里面 高点是逐渠下移的 低点也在这个地方逐渠的下探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说要突破 或者已经突破的这种现象 只能说这个地方如果向上突破 可能是一个上升旗形 那上升旗形的话呢 也就代表后续呢 应该还是会继续向上走高的 所以这是我们从K线角的来看 标普7指 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上升旗形 但是如果这个ES 它维持的是一个 打到这个高点上不去 又掉下来试探地点 可能慢慢的震荡之余 就选择偏一个向下的状态 那这个是从7指的角度上来看 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SPX 博普的这个30分钟图形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横盘整理了 一直在这两天的一个状态下进行掉下来反抽 在这个地方横盘整理 等方向呗 既然是现在这种情况大家就多等一等 等等这个市场给我们一个方向的选择 说它是一个这个图就不太好画 画一个横盘整理也好 或者说画一个下降通道也好 反正是局部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震荡 我觉得吧应该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那短时间之内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长时间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震荡还是偏下行的 因为我今天看整个6月份有30%的美国人 他是没有去偿还自己的mortgage的 这其实就是一定还是隐贯了 我觉得大盘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华尔街大佬 他们对于创新高呢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的 但是你说像这三老师刚才提到的 以时间换空间也不是不可以 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以TVX和VIX指数给出来的信号 可能震荡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震荡之后方向应该还是选择向下的 我对于市场中期看跌的观点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对然后黄金 黄金的问题上个周 其实我们在期权那边和我们的期权会员 已经针对黄金做了一个提前的埋伏 我们已经开过期权仓位的黄金单子了 今天黄金算是正常向上去试探一个前期的高点 那趋势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黄金向上涨的趋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今天其实有一点点向上突破了上升的格局 其实我NUGT这种股票是我们上个周的一个推荐股 但是NUGT它适合短线 它不适合长线 真正的长线的话 大家还是要去挑那些质地非常优良的黄金矿商股 我想之前我们的Crazy团队已经帮大家去准备好了那些黄金矿商股 但要去挑那些质地优良的黄金矿商股 我觉得它更适合大家去持有长线持有 它们也比较符合大盘的一个观点 NUGT所有的这些带有杠杆的ETF 它们也都有可能 因为波动可能要降低一下波动率 可能有摘牌 可能有死耗 或多或少都有这种问题 所以黄金矿商股还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比特币这边我觉得观点和之前还是没有变化 大家只要还是和以前一样 只要把8600点做一个止损点 比特币就可以继续持仓 那眼看就要有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状态了 那一旦这个地方突破的话 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起飞状态 包括这边的以太币 以太坊这边看起来已经非常接近这个压力点了 就在压力点上放 如果这个地方能突破的话 我觉得这一轮我们还是可以往375这个地方去看一下 所以这个是我对刚才的问题的观点 好的谢谢Bern老师 那这边呢 我们最后来看听听看Thomas老师 谈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个大阪行情 会不会有国庆的烟花行情 说实话Thomas老师 你是我们唯一一位在纽约的老师 那我们也很好奇 现在纽约的疫情似乎是有转好 那但是其实我觉得 如果一旦有一些国庆祝活动 纽约一定是第一个又再次被沦陷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一放烟火 纽约的人全部挤在一起 那不得了 那所以说会不会有这个国庆的二次行情 然后接下来你对大宗商品 黄金比特币这边看法 还跟我分享一下 好嘞 谢谢南娜要讲 首先我是这个唯一一个在纽约的这个分析师 纽约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其实你最危险的并不是在街道上 街道上其实人不是很多 最危险的是在公园里 尤其是周五晚上 还有周末的时候 大家就是沉堆的挤在河边的公园里 或者是中央公园里面 这个里面是比较危险的 在我看来 那街道上还是人比较少的 你像梅西百货这种 还有像Nordstrand这些都是没有开门的 都是就是看上去还是比较萧条的 有点像 纽约还没开吗 就是纽约的话 就是理论上是今天开啊 包括就是它是第二阶段的一个复工啊 就是我周末 因为洛杉矶其实已经有部分开了 我周末的时候就经过Glendale 发现一堆人 那个停车场 就是要进mode的停车场 完全进不进去 我只是要拿个顶泰风外卖 在那边排了20分钟 这个确实 纽约还没开就是 纽约的话就是比较滞后一点 包括现在街上比较多的 还是这个黑龟哥比较多一些 当然这个就扯远了 扯远了 那个重点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大盘啊 这个如果是看期货 刚刚布兰特老师也说了 就是我这张图如果摆出来的话 你要跌的话 一时之间也确实好像看着跌不下去啊 你从技术面 这里他获得了两次支撑在这里 那么未来是怎么走呢 我也是偏宽幅震荡 就是我现在是看涨的 毫无疑问肯定是看涨的 但是中期呢 我也是看跌的 中期这个中期呢 什么时候看跌 先来分析一个逻辑的问题啊 就是首先 这个大盘 如果你从宏观的角度 你从机构的角度 他还能不能涨 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多余的钱 这个有没有多余的钱 上周五他为什么大盘跌 其实如果从机构的角度 是这个原因啊 那个疫情是一个方面了 这个是另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 上周 如果你看美联储的这个 balance sheet 上周他缩减的非常多 非常多 有一个缩表的担忧 那缩表的话 这里主要是什么在缩 第一个回购在缩 第二个那个海外之间的 那个货币不换在缩 这两个在减少 所以说引发了一点小恐慌 大家可以随时去跟踪一下 这个官方都有数据的 他好像是这个 每周四会更新一下 然后上周四呢 我认为跌的比较 上周五啊 我认为跌的比较惨 包括盘后是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 现在的话不是看基本面的 我个人感觉是看流动性的 那么还有一个 有没有多余的钱 美联储和财政部 肯定是有多余的钱的 所以说要跌下去呢 确实也不太好跌 第二个呢 机构看什么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怎么衡量 就是说他来做多 他的那个成本是什么 因为很多机构 它是配置债券 债券现在就是SPY 如果你取个平均数 它的那个股息是多少 一年2% 大加2% 这个是比债券 债券我记得没错的话 0.75 反正是低于1%的 那么这个机会成本 那么这个机会成本呢 很明显啊 就是有一些 他在外面的一些基金呢 他其实是可以做的 当然他不会挑特别高的 就是说他也有一些潜在的 如果从机会成本 这个成本来考虑的话 也是有潜在的一点 很上行的这种可能 那么问题是流动性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回归到理性的基本面呢 我觉得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第一个拜登把那个特朗普干掉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要到11月 要到11月 就是特朗普当选之后 那么当选了之后 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是第二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疫情完全过去 这是三种情况 什么时候会回归 那哪一个先发生 这个不知道 我们要到时候看 那么7月8月 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时间段 定那个时候的话 我可能不太会 怎么的特别看多了 到时候会看 然后如果你发现 那个中国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中国现在的股市 看着好像特别像要涨的样子 那么大家都在关注什么 大家不是在关注 北京的疫情啊 他们是在关注这个社融 社会融资的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他一直是上升的话 其实中国的股市搞不好 还是要涨的 这两边他都会有一个流动性的竞赛 就是这个方面 好 这个是 这个是我对大盘的一个看法 然后是黄金的话 黄金的话 我是非常的bullish的 对黄金非常看好的 但是他这个上涨路径呢 他会比较的比较的复杂 就是有一个简单的策略呢 如果你资金量比较大 你可以用 就是你配置你仓位的20% 如果超过了20% 把超过的卖掉 少于20%呢 把少于20%的买回来 如果黄金呢 你要做波段的话 其实我认为 大家还是要多跟跟Jason老师 跟一下Bran老师的期权 这种 包括我自己上周也是做白银的 我不仅做多白 不仅做多黄金 我还做多白银了 就是白银呢 他的波动呢 比黄金会大一些 当然现在这个位置呢 说实话有点不好说了 就是虽然还是看涨 但是这个路径会有三种可能 包括白银 白银的话 SLV SLV的话 其实涨的也是比较多的 像我们Creezy王的这个朋友 包括VIP也提示了一下 我们都是在这个位置进的 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进的 这根阳线的位置进的 这个位置 这个是黄金和白银 还有比特币的话是BTC USD 这个的话会比较tricky一点 今天有些比特币概念股呢 已经开始涨 那这个位置呢 如果你要说它是 它其实是个盘整 其实还是个盘整 但是好像要转多的这个感觉 转多的这个感觉 比特币的话 你如果单做比特币的话 是有机会往上涨 但是这个位置呢 你在现在这个位置做 不是特别好 就是整体来讲 就是我对大盘对黄金 对比特币的一个看法 好的 非常谢谢Thomas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 继续把这个话筒还回 温老师 温老师刚刚三位老师 他们都发表了 不同的观点 都是看好震荡 但是有人看好 接下来震荡向下 有人是现在看着震荡会向上 那温老师 你这边怎么看最近的行情 还有接下来对于股市 或是哪些板块啊 一些的观点是什么 大家一样很想听听 凯琳的观点看法 这个行情走到现在呢 越走越无谓了 因为就是行情可能就 就是这样买 想买涨的人不敢买 想买跌的人也不敢买 所以最后呢就变成 像今天的话应该是我最近半年以来 最让昏昏欲睡的一天 总体来看呢 这个可能现在如果今天跌不下去呢 那后到7月4号之前 整个股市还是要围绕 7月4号的美国的烟花行情 走出一波 根本就不用理会 基本面 因为现在其实消息面 已经进入了非常恶劣的阶段 比如说北京 比如说今天股市 昨天晚上这个股指期货上涨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北京那个出来的数据呢 好像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厉害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后续没有更多坏消息 而且周末的时候 美国各大州呢都是 四大州都不断的出现 第二次感染的一个情况 但是股市毫不 没有出现大跌啊 虽然我们这个标普的图形还是一个比较很很 就是说比较负面的头肩顶啊 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说现在这个行情 如果这样沉闷的话会对我们买卖股票的朋友啊 将会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候 因为大家是可能只能观望啊 我觉得啊大家不用不用不用着急啊 这个君子报酬十年不晚 可以等一段这个行情过了 有更明确的趋势以后再做 但是啊最近的行情让我想起了夏天的这个非常沉闷的一个走势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急着啊 下定论 无论是看涨看跌都会可能被反复啊 来回的啊揪错的打耳光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谢谢温老师 事实上我听说像华尔街每年的夏天一直都是淡季 那很多的资产管理的人都会趁这时候去休假 就很多人不会再盯盘 但因为今年大家每地方去只能继续盯着这个盘 所以就是让大家感觉跟很多人相信很多投资人跟温老师一样 觉得今天的盘怎么就是有点黏黏的然后有点震荡 那这边杰森老师觉得今年淡季 我们还是要闷在家里继续看这个盘 那有没有机会在哪边 然后你觉得国庆行情之后会不会比较刺激一点 对对这时候不要讲太多开舱的股票还是留着啊 一直就挺刺激 对一直就挺刺激然后上下翻飞 然后所谓的夏天夏日的淡季行情 估计今年可能会有变化 还是那句话 2020年变化太多 变化太多 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预期的 什么原油的服务 什么肺炎的全球的泛滥 然后美股 从指数从2200点打到3300点 用了非常短的时间 不到三个月 指数上就能直接反弹到50% 所以说各种可能性都有 2020年的感觉上 所以从下方向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一些强势的 创新高的股票的话 可能会更值得关注一些 然后毕竟 如果在这个市场当中还能创新高 毕竟还是市场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这是一个方面 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咱们今天乌尔老师 布兰特老师 我们一块说的黄金 我觉得如果想求稳的话 可能黄金 是我的一个从周线月线级别 上涨一个方向 所以金子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保守的 稳妥性的一个投资方向 比特币的话 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些大心脏 还得有一些大心脏 不然的话刚才老师说了 好像是8800美元 然后我看了看 它的周线月线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意图 有那么一点点意图 所以还是得有一些交易胆量 然后交易经验的朋友 做好防护工作 然后再去炒作相应的产品 其他方面 反正激进的就是创新高 激进的就是创新高 保守的就是黄金 然后比特币 或者说相关的产品的话 还得看大家有没有经历 你隔夜市场的话 你如果做延展性的产品 因为比特币24小时 你不知道可以变化 你只能赌经验 然后如果说经比特币的话 那就看你交易经历的时间 是不是真的能够 跟打了兴奋剂一样 这是我总体的感觉 交易机会大概在这三个方面 好的 非常谢谢杰森老师 刚刚 不论老师这边 刚刚杰森老师给了三个交易机会 那你这边你觉得呢 因为你本来交易机会 就是TVX跟UVXY嘛 那你现在少掉一个交易机会 是UVXY UVXY又动这么慢 然后 是不是 有很多的选择 还有VXY是call啊 还有这个甚至UVXY的call啊 还有就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选择 选哪一个都可以 不用非要订TVX 这很替你担心 TVX家里的兄弟姐妹比较多的 对 兄弟姐妹很多的 所以他不能兄弟他姐妹 姐姐不行了还有妹妹都没有关系 然后操作的方向我没有Jason老师那么厉害 给了三个 我觉得就一个吧 就是大家可以比较稳定的中期长期的持仓的 先不说长期中期的话 我觉得就是黄金矿商了 挑选好的质地优良的黄金矿商股 做一个中期波段的持仓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黄金现在已经在高位 横盘整理了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真的突破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突破局面 所以我觉得很多黄金矿商股的调整 应该是比较充分的来整理 要突破的话 应该是踩的会非常非常的稳定 剩下的建议大家还是在我们的VIP里面 因为既然市场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那么震荡的行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寻补股 我们要去筛选 我们要在市场当中今天看一看 哪一个谁的均线上刹了谁的均线 哪一个股票的30分钟 做了一个上升三角 或者做了一个高位的杯柄形态 然后我们可能会基于此次的交易形态的 进去做一个超级短线的交易 这个就是大家要在VIP里面 来盯着我们的操作了 所以比较明确的就是黄金矿商 比较不太明确的就是欢迎大家在VIP里面 我们一起再来做一做短线 是 其实Bernie老师讲的没错 因为有时候忽然看到行情 马上的开仓最及时的这个资讯 还是只有我们这个美股VIP的会员 还有Crazy老王Crazy属性的会员 才能够第一时间能够分享到 因为有时候行情就是这么快就上去 大家知道Jason老师很会快进快出 这个赚大钱 这一瞬间的那个行情 如果第一时间没跟上Jason老师 隔天或是就是下午看节目 Jason老师三天才做一次节目 三天后才听到就少是三天前开仓的东西 这个行情早就赚完了 所以呢Bernie老师讲的没错 如果想要抓住第一时间这个机会 还是要马上进来我们的会员里面看得最清楚 那这边Tomas老师刚刚汪老师提到这个昏昏欲睡的行情 那因为你没像这个Bernie老师 也还有很多姐妹可以挑 那你这边在淡季当中 哎纽约很热会让人家昏昏欲睡 那你这边在这个淡季的行情当中 你有没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方向或是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这个布兰特老师确实有点扎 帅帅的扎那种类型 像我呢就比较专一一点 那我这边有 我要辩解 接受我接受 他这个好 我这边的那个有些黄金的有些板块的我也不赘述了 我就讲一些片门 讲一些片门左道 就比较有意思一点的 首先呢就讲两个ETF吧 具体的选股呢 这个可能大家要 可能还是要去看那个VIP里 或者说是齐全的 或者说是crazy王的 甚至是未来的散户第一金的 我就说两个ETF 我比较感兴趣的 第一个是VMW VWM 不好意思 这个代码有点 稍等一下 就是我看的这个是一个越南的ETF 我为什么是看越南呢 是VNM 就是 BNM 对啊 就是这个 我为什么看越南呢 因为说越南呢 它是东门里面一个比较 其实东门里面有很多国家 但很多国家都不太适合投资 不太适合投资 你看那个Ray Dalio 他的那个很多观点 就是以Ray Dalio为首的 他们都是在那看多新兴市场 包括说是看空美股 那你看空美股呢 它到底是什么立场呢 我们就不去猜它 那么新兴市场里面哪一个国家比较好 其实我感觉越南比较好 越南你看这个ETF 它这个趋势呢也是向上的 也不算特别高 这个票呢 越南呢 如果你大国博弈呢 你说美国受益还是中国受益 对呢 两边的股市会怎么影响 这个真不好说 但是呢 如果是博弈后的一个结果立好谁呢 那有可能是立好越南 那你说立好 立好那个韩国或者日本 这个日本呢 有他自己的一个问题 还有日本的话 他老龄化非常严重 他要长到哪里去呢 也不太现实 还有一个说的话 就是像有些菲律宾呢 他那个宗教呢 不太符合 有些所以越南一个OK了 然后如果你看ETF 还有一个叫 还有一个叫BUG BUG是信息安全的一个ETF 没有看了 试咬一下 BUG就是bug 对bug 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 这个是一个ETF 然后这个呢 其实比纳斯达克还要强 这个ETF 它的表现比纳斯达克还要强 是强中之强 那么未来呢 它可能会有一波回撤了 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的进程位 这个票呢 也是不错的 里面有一些 我个人也非常看好的一些票 就是两个ETF 这个BUG嘛 还有一个是那个越南的 我再打一下 VN VNM 就这个 这两个ETF的话 大家可以找 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 选个时间 因为有的时候是选股 一个是选实嘛 这两个ETF 比较偏文旁门左道一些 就是那些黄金的什么的话 就是不赘数的 因为大家都在看黄金 还有白银 还有那个大盘 我就讲的比较旁门一点 好 好的 谢谢汤玛斯老师 那你刚刚说你专一现在也是给我们大家两只股票啊 一样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挑 一样也给了一对姐妹花 OK 选一百 好的 那我们把时间继续还到汪老师这边 那汪老师这边就是在 最后要不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最近的行情 还有汪老师看好的一些方向 我今天买了一点黄金的GLD 然后呢 我也看好 可以讲吗 汪老师 没有关系 我买了一点 我是买2022年的长期的合约 只是买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黄金啊 他可能还是 从今天的走势来讲 如果说要上突破的话 他应该一挫而过 1184.94 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呢 他平时都比较忙 然后呢 他也没太多的时间 去投资股票 我觉得可以考虑呢 用小一点的钱 比如说 用那个期权 买2022年 两年以后到期的 In the money的call 那这个GLD呢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因为GLD呢 它的其实历史新高呢 应该在 112年的时候呢 最高来到185 所以它现在 还是有很强的上升空间 所以那你要让我讲股票的话 我今天就买了 不多啊 买了一点GLD 做长线的 In the money call 是这样的 了解 那王老师这边 最后要再跟大家讲 最近有没有一些 对于市场 经济市场 股票市场的一个总结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是对我们客户啊 这一些感言都可以谈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急 有的时候行情是要 我们其实炒股票的人 有的很多的时间 都是靠天吃饭 有很多朋友像急于速成啊 就像我们这个开了这个 crazy老王 我听到有的朋友 亏了十万块钱 这种我觉得我心里蛮难过的 因为我感觉人不可能一口吃个大胖子 所以我经常问投资朋友一个问题 我说假设说你你有一个朋友 突然给你五千块或者五万块钱 放到你的账号 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动手 大部分的朋友都说明天就动手 然后全藏进去 我觉得呢 这就是不大准确的 这也是很多朋友亏钱的原因 然后我觉得能够要说的就是 还是我的一句话 十年 十年这个 君子报酬 十年不晚 大家在今年七月份 这一段的行情当中 我已经逐渐感受到 整个市场已经非常非常的沉闷 可能以酒盘带跌 作为一个 未来的一个步骤吧 然后呢 这个当中呢 有很多的诱惑 我觉得现在是特别考验 投资者的一个 毅力和耐心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 非常年轻的投资者进来 他们已经把巴菲特啊 什么都抛于脑后了 那这些朋友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应该在股市当中 一开始亏钱是最好的 如果一开始就赚钱 那么每个人都会觉得他 他很了不起 但是市场是无情的 所以我觉得 从今天的这个走势来看 我感受到夏日行情的来临 那那我说的对 就是可能以前都是很多 基金经理去度假 那今年没有度假一说呢 这些我感觉呢 就是好像股票市场 已经处于一种霸崩的状态啊 就是买 很多投资者 他不想买股票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啊 包括我最近也看了一个 一个论坛的朋友 他 他说了 他说最近我这个会员 问的问题都很少 也是很奇怪的 我就是想说的 想补充一句 就是说现在行情 使得大家连问问题的 这个兴奋度都没有了 那这个市场呢 就可能要昏睡一段 那么这个是市场的自然条件 大家不要急啊 特别是要管理好自己的资金 还有管理好自己的止损位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也看过一个 前两年刚刚看了一个视频 说伟大的交易员 他们通常会亏的非常多啊 但是只要第一 他非常确定要止损 第二呢 就是当机会来的时候呢 他可能赚很多 这也是我一直信奉的啊 那当然有很多朋友参加我的会员 感觉你老王怎么一直在 不断的止损啊 不断的这个 最近那个 连号也跟我 帮我做了一个视频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 我们止损的很快 而且坚决 第二呢 我们当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天 就把八天的这个损失 全部赚回来 还有赚 这就是我的风格 所以希望大家呢 喜欢我的风格的朋友呢 也有很多朋友开始 给我加打赏 我觉得大家不要犹豫 赶快打起赏来 第二呢 还是我讲的 关注黄金 黄金是今天冒出头的 我不能不能说明天 会不会要回调啊什么 但是黄金可能是 有一波很彪悍的行情 开始后续 大家十分值得大家关注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王老师 今天所有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都有福了 因为王老师把他建仓的股票 这边公开跟大家来分享 那但是至于更细致的操作呢 王老师怎么来处理他开仓之后的黄金呢 那大家还是要去 CRAZY 在往CRAZY数钱里面看 不过今天呢 我们蛮多分析师都跟大家推荐 这个黄金是接下来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标的 但是细节上怎么操作 那怎么样跟着老师来做 可以赚到最多呢 那就是我提到的这个操作方法会在我们的会员里面分享 不过呢 今天这个大干货送给各位投资人 希望大家在这个夏日比较沉闷的行情当中 每天的股票震震荡荡之下呢 还是可以听我们节目一样的赚到钱 那另外这边呢 大家跟分享一下 王老师这边呢 有带领我们的上海团队开了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华尔街24小时 那节目呢 会在美国时间加纳时间 我们的晚上来播出 那同时呢 是针对我们在国内的一些观众朋友 应该说是亚洲地区 包括中国或是东南亚地区 东北亚地区 澳洲纽西兰的朋友 你们可以来关注 他会涵盖到一些亚洲的一些股指 期货黄金外汇交易 那一样非常非常精彩 汪老师会带领另外三位老师 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来交锋 所以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中文投资网的YouTube频道 还有试试关心我们老师们精彩的这个交易表现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亏计导王亏计暑前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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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